世间低等的大事是什么 佛选择的 菩萨选择的 他选择什么 教学 你觉得教学大了 大国座天王 周公从政 辅助成王 治国平殿下 做得好 孔子一生 最羡慕的周公 他就想当第二个周公 所以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干什么 希望有一个过往 能够任用他 请他去做宰相 他就能展示他的报复 把这个国家之后 让一个人幸福 但是周游列国 十几年没人用他 六十八岁 老了 到退休年龄 七十岁退休了 故事后 没指望 回老家 回老家教学 七十三岁过世 只教了五年 你看 六八 六九 七十 七一 七二 七十三岁 教学的时间不长 背后人尊为 圣人 至圣 至圣 行死 万事 死表 如果孔子当年 要知道这个 何必去 都有列国 他是三十岁 学习有成 三十二厘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三十岁 就开始教学 要教到 七十三岁过世 你说 他的功德多大 释迦牟尼佛 比他聪明 释迦牟尼佛是太子 现成的过往 不做 他去教学 七十九岁过世 将今教学 四十九年 这是做例子 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看清楚 教学是多么自在 多么快乐 教学不受任何拘束 没有压力 这个人生 真正是 方老师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比帝王高 比帝王幸福 比帝王快乐 帝王有的 佛不去 孔子也不去 你的学生多了 成就了 自然天天有人送供养 跟当皇帝差不多 为什么没有看到 为什么没有想到 可以做帝王师 不做帝王 你来请教 我可以教你 怎样做个好的 帝王 做一个真正对国家民族 对世界 这些人类有真正贡献的国家民族 世世代代想念你 我能够教你 自己不敢 自己要到极乐时期 到阿弥陀佛了 我才真正学圆满了 真正毕业了